欢迎大家来到《讲经》系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四篇一到八节,今天是第一节。 现在先读经文。 显我为意的神,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述我,听我的祷告。 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缩正。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养起念来光照我们。你是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伸走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圣经这一篇的诗篇是大卫所作的诗,这里这样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欢广,现在求你连述我,听我的祷告。 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 所以透过这几个重点的字眼,我们就已经发现,大卫以自己作为一个虔诚人的角度,去把自己的祷告透过这篇诗写了出来。 那么大卫这个虔诚人,为什么有以下的祷告呢? 哦,因为大卫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欢广。 那现在就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是,他又再凋落在困苦之中。 所以,这个虔诚人的大卫,在困苦之中,就向神有祷告。 那么这种的祷告最终是什么意思呢? 第八节,大卫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也说使我安然居住。 当他祷告之后,他就安然躺下睡觉,又安然居住。 所以,这篇诗的主题是《虔诚人在困苦中的祷告》与安息。 一篇诗总共分为三个大的段落。 《虔诚人的求告》,《虔诚人的警告》,《虔诚人的宣告》。 今天第一节,会分享虔诚人的求告。 虔诚人在困苦之中的祈祷,最终得着安息。 但最重要的第一步是,祂在祷告、求告神里包含着什么真理理念呢? 而到我们的祷告,最终带来最宝贵的就是安息。 《虔诚人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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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譯作O,My righteous God! O,公義的神! 所以,在和合本顯我為義的神,就好像 我的義是神替我顯露出來的。 但其實,在大衛原本寫的時候,義的焦點不是放在自己, 而是放在祂所討告的對象,神。 所以,這段經文應該是譯作什麼呢? 神,我的公義者,我呼籲的時候,求祢英雲我。 所以,弟兄姊妹們,當大衛去討告, 他為什麼有這麼充足的理據,能說服自己的討告蒙神英雲呢? 就不是因為自己先。 是因為祂討告的對象,祂認知,祂的神是一位公義的神。 有人苦苦哀求,向著公義者苦苦哀求。 是一個保障來的。 是一個可靠和盼望。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幅圖可能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很熟悉的。 而這幅圖所表達的只是一個正義的女神。 他裡面有三個很特別的象徵性的物件。 第一,是天平。 是有公平公正審判的意思。 在地上人有冤屈時,最學求的是一個公義公平正審的審判。 沒有人喜歡找一個審判者是不義的。 所以,在信仰的層面,大衛也是如此。 他所尋求那位的神是一位義的神,超乎所有世上的義。 所以,世人找公義的審判,帶來一種安慰平穩。 屬神的人尋找公義的神,一種的討告才踏實。 因為知道公義的神必須聽他的討告。 在達爾里書九章一到七節,一段經文講道達爾里得道關於先知耶利米, 論道耶路撒冷在神自己的刑罰當中是會荒涼七十年。 當七十年滿了之後,達爾里就按著神是公義的神, 向主耶華討告。 所以第七節說:「主啊,你是公義的。」 為什麼呢?因為公義的神已經施了刑罰在以色列人身上。 而且公義的神必然照他所應許的七十年為滿。 所以,他向公義的神不但認罪,同時向公義的神呼求。 神必按照他的公義滿足之後,去成就耶路撒冷得復興的那個應許。 所以,他向公義的神討告。 達爾里就說:「我們的神啊,現在求你誰聽伯人的祈求, 恨求,為自己使念光照你方良的聖書。 十九節,求主誰聽,求主赦免,求主應運而行,為你自己不要慈言。 所以,達爾里向公義的神討告時,他深相信必夢應運。 因此,我們今天在這個主題下, 虔誠人在困苦中的討告與安息。 第一個大段落是虔誠人的求告。 他這個討告中,第一個重點要教導我們的就是:「公義的神總是我的盼望。」 聖經繼續說:「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寬廣。」 大衛回想起,自己曾幾何時都在困苦之中。 經驗告訴他:「神使祂寬廣。」 那寬廣是什麼意思呢? 聖經說:「神使我寬廣。」 原文是一個字,就是變寬變大的意思。 我們要特別留意的是一個完成式的狀態。 即是說,在禍合本裡加了一個陳字, 解釋了這件事已經發生過,是大衛所經歷的。 神使祂在困苦中的時候,有些東西變寬了變大了。 所以禍合本就說:「陳使我寬廣。」 那麼這裡寬廣的意思,是否指那件困難的事得到解決呢? 如果我們留意,大衛在這裡用:「陳使我寬廣。」 跟上下文的意思就是,這些難處未處理完的。 但是心境就改變了。 因此,我們就知道,陳使我寬廣不是單純以前那件事解決了。 而是同時,在討告的時候,那件事雖然未解決, 但是心境已經得到神的幫助,使祂能寬廣去面對。 所以這樣說,作者昔日曾經歷過公義的神, 誰聽祂的禍告,是祂從昔日的禍患中得到拯救。 就是使祂從原本很合藝的信仰視野,變得很寬廣。 在耶利米書第十二章一到四節, 而說:「我願你爭辯的時候, 由你顯為矣。」 但有一件事,我環繞與你理論。 惡人的道路為何亨通呢? 第四節,這地悲哀通過的清草枯干,要到何時呢? 當耶利米先知向公義的神討告的時候, 祂知道神是公義,必然向公義的神呼求。 但是祂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祂的視野就是去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祂見到惡人的道路是很亨通的。 而且亨通到一個地步,好像未到時候紫色一樣。 那主如何使祂的心境寬廣呢? 在第五節,耶利米說:「你若與暴行的人同飽,尚且各類, 怎能與馬賽跑呢?」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現在你看到這些惡人很通達, 已經覺得信仰很疲勒這條路。 我告訴你,將來你要與馬賽跑。 這個比喻就是說,如果你現在這種累是與人同跑, 將來與賽馬同跑就更累。 即是說,你將來會見到的是更不如意的事情。 是見到更多的惡人都是通達。 嘩!這種視野的寬廣,實在很難領受。 但是主就這樣托展了,開廣了,當時耶利米先知信仰的眼光。 那麼,聖經繼續這樣,在十五章這樣說。 他說:「我為你的緣故受了凌辱。 遙啊萬君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 我沒有坐在現樂人的會中, 沒有歡喜、沒有快樂。 繼續這樣說的是,我的痛苦為何長久不止呢? 難道你代我有鬼詐? 明明先知是為主的緣故受凌辱。 當他讀到神的話語,就好像食物那麼寶貴。 現樂中的食物都不夠吸引。 雖然是這樣,但他心靈是有矛盾的。 他裡頭有很大的痛苦。 為何為主的緣故要受這麼多的凌辱呢? 那麼他就有一種視野的誤會了。 難道你對我有鬼詐? 像流乾的河道嗎? 你看,河道是供應水的。 但供應水的時候,如果這個河道是乾的, 豈不失去了河道原本有的功效嗎? 所以他用這個作為一個比喻。 神啊,我知道你好,但為何好得來有這麼大的痛苦呢? 難道你騙我的嗎? 所以,耶華神又怎樣使耶利米怎樣寬廣呢? 他的視野怎樣能夠寬廣呢? 神對耶利米說,你若歸回。 是什麼意思呢? 你若把寬廣的和下戰的分別出來, 你就可以當作我的口。 這裡再一次宣告,耶利米耶利米善治。 你現在重點不是看你多苦啊。 我現在開廣你信仰的事也是, 你要繼續作我的口。 首先要注重的不是仇富啊。 而是你仍然在這種難處之下, 懂得把寶貴的和下戰的分別出來。 即是說,你要守住寶貴的, 下戰那些就要拿出來, 凋棄它。 那就繼續可以作神的出口了。 因為我與你同在。 所以這一切話語的回應, 不是解決當時才能感受到外奸的壓力、 挑戰或者心靈裡那種動盪、不安、疑惑。 反而神用祂亨有力的話語, 去指示,去開廣先知屬靈的視野。 以到祂能夠在侍奉中, 能夠對焦回神要祂看的焦點。 所以,在虔誠人的求告當中, 我們不僅要向公義的神傳著這種盼望。 而當我們在掙扎的時候, 仰望神的話語, 祂就開廣我們信仰的視野。 因此,我們要回顧昔日, 神使心靈寬廣。 聖經繼續說, 祂說,祂曾使我寬廣, 現在求祢連述我, 聽我的禱告。 在這裡說到神聽我的祈禱。 現在我落在困府中, 神會聽我的禱告。 為什麼呢? 因為大衛認定, 昔日曾使祂寬廣的神, 現在仍然可以使祂寬廣。 因此,不僅回顧你昔日, 神使你心靈的寬廣。 同時,要期盼今日, 神仍施行請求。 我們的回顧, 是建立出我們的信心, 並且向著現在所面對的, 帶著盼望。 聖經說, 現在求祢連述我, 聽我的禱告。 大衛就指出, 他遇到信仰上的困府, 為什麼呢? 聖經的第二節說, 你門者上流人。 上流人是什麼意思呢? 上流人, 在原文裡有兩個字組成的。 第一個是兒子, 子孫, 後裔或人民。 第二個是指人, 特別指男性。 所以應該譯作什麼呢? 譯作眾人。 你們將我的尊榮變為羞辱, 要到什麼時候呢? 那上流人, 譯作眾人是最適合的。 但有時跟上下文, 上流人就有一個這樣的意思。 在詩篇四十九篇第二節, 無論上流、下流、 腐竹、貧窮, 都當流心聽。 所以這裡的上流人, 對應下一句的就是腐竹。 下流人, 對下一句的說話應該就是貧窮。 所以在這段經文裡, 上流的就是指腐竹的人。 但在詩篇第四篇, 這裡其實應該是指眾人, 即是無論是上流人, 或者是下流人。 那這班上流人, 有什麼事情傷害到, 令大衛覺得困苦呢? 原來這班人就將大衛的尊榮變為羞辱, 而且維持了一段時間。 甚至直到現在, 寫這篇詩的時候, 大衛仍然面對這種情況。 就是這班眾人, 圍繞著大衛的眾人, 將大衛原本看為尊榮的事情, 變為羞辱。 那麼這裡所說的尊榮, 是什麼事情呢? 聖經就說, 尊榮, 有什麼人是學務的呢? 就是神所分別出來的虔誠人。 虔誠人所愛務的, 就是在神眼中看為尊榮的事情。 而那班圍繞著大衛的上流人, 就是眾人。 他們竟然將神看為尊榮的, 大衛看為尊榮的, 變為羞辱, 可輕視。 那這裡專榮的是指什麼呢? 在詩篇裡大衛這樣說, 當獻上公義的仔。 即是說, 在以色列的信仰背景, 每日都要獻上凡仔。 有時會獻上甘心樂意的囚恩仔。 但這裡所強調的是, 當我們將祭獻在神的面前, 裡面要表達的是, 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言行, 是公義的。 這種活祭獻在神的面前, 是以意為本質的。 不僅獻上的生活言行, 帶著公義的特點。 同時就說, 當依靠耶穫華。 所以, 虔誠人, 他們所追求信靠的對象, 絕不是世人所追求依靠的對象。 而是他們獨一的真神, 耶穫華。 這一群敬虔的人, 就會獻上公義的祭, 依靠耶穫華。 大衛就是這樣的人。 但是另外那批上流人, 就將公義的祭, 輕時, 也將以靠耶穫華的事, 捍衛, 可棄絕。 所以, 大衛就說了, 當時許多人這樣說, 誰能指示我們什麼好處? 即是說, 當時有人聽了大衛這樣說, 要獻上公義的祭, 又當依靠耶穫華。 這群人輕視神, 又輕視公義的行為。 所以他們就說了, 這樣做又有什麼好處呀? 你能不能指示給我們呀? 就帶著一種這樣輕挑的態度。 所以, 當大衛追求一種公義, 又依靠神, 一種敬善人, 應該追求的尊榮的時候, 反過來, 他所受到的就是眾人的輕視和侮辱。 所以, 虔誠人的求告裡面包含什麼的特點呢? 他仍然持守心中追求的尊榮。 所以, 虔誠人求告的時候, 他裡面所追求的特點, 不僅是處理那個環境的事, 而是能夠分辨到這些事情最終的根本原因, 是尊榮的追求與尊榮的捨棄, 兩種的對立面。 所以, 大衛挑選了, 靠主繼續追求尊榮。 到最後, 這班上流人喜歡什麼呢? 他說, 你們喜愛虛妄, 尋找虛假, 要到什麼時候呢? 這班人尋找虛假虛妄, 不僅是追求一些永遠沒有實質果效的事。 同時, 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是怎樣的呢? 大衛說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時候。 即是說, 當他們在床上的時候, 他們心裡就思想著關於犯罪的事情。 這就是大衛他體會到, 這班追求虛妄的人, 不虔誠的人, 不追求尊榮的人, 他們必然將心思放在追求那些虛妄的人, 對望不敬虔的事。 所以, 我們看看這個經歷。 在聖經裡說到, 雅各的兒子藥室, 去到埃及作奴隸的時候, 被主母看中了。 所以, 在服侍的過程中, 有多次向著藥室帶出很多挑動的行為, 去催逼他, 與他行九合的事。 甚至最後一次, 他主動捉住藥室, 但藥室因敬為神就逃跑了。 這些圖案, 其實是表達著主母花盡很多日子做這些壞事。 背後, 其實是每晚花盡很多心思思想這些壞事, 要達到他想達到的目的。 所以, 虔誠人的求告, 不單止裡頭有一種追求尊榮的特點, 同時呢, 仍恨惡、惡人、愛慕的虛假。 所以, 今天, 和大家分享, 虔誠人在困苦中的討告與安息。 虔誠人的求告過程之中, 他裡頭傳著什麼真理的理念呢? 我再重複一次。 第一, 公義的神總是我的盼望, 所以, 我會很有安全感向這位公義的神去求告。 但同時呢, 大衛說要回顧昔日神, 使祂心靈寬廣。 事情未解決, 但最重要的是, 心靈的視野能靠著神, 能夠寬廣。 期盼今日, 神仍施行請假。 帶著盼望、仰望神。 同時在討告之中, 分別得到, 心中應該繼續堅持追求的是尊榮。 神眼中捍衛的尊榮。 與此同時, 亦恨護世人那種追求, 就是他們愛慕那種虛假。 願神透過一篇的詩篇, 裡頭的信息, 能夠成為你我的學習和安慰。 與我們都在虔誠人的範圍之中, 雖然在困苦之中, 我們有討告, 最終帶來、安息。 今天詩篇的講論就到這裡了。 願神將祂自己的信實、公義, 展現在我們的心靈裡。 讓我們繼續在討告當中, 認定追求真正的尊榮。 願神恥福給大家。 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